十座教学3 慢性肾衰竭 有藏鸣的声音 藏在叫 就是水那种就是感觉到里面是水这样 然后线这边会很酸 就是感觉里面很酸 有时候这边会一直吹痛 然后去吵鼻上指数其实有道理 因为这边就是一直持续都会觉得是度多这样 也胀胀的 胀痛 好 等一下按这样几乎全身都要按 我听你这样讲还真要花一点时间 那按完等一下背部还要浮浆粉 那这样你会进一步 听说你不喜欢吃药的呢 是不喜欢是吃的中药那个腺子处都下火 下火 是更低是吗 不正常的低 对 我都有在吃 就是鸡蛋酸味的爆炸 我吃到鸡蛋鸡 因为我吃过很多中药 就腎臟默马后我吃过很多中药 超药 然后每次一次 一个月后我都会去厌血 然后每次一厌就是鸡蛋酸味 会整个不要高的这样 就是这种不要高的10%这样 所以你就不敢吃中药 对 是这样来的 所以现在也不看中医了 之前是有 不是没有在眼咬 之前就是针灸 因为就是会反过气 因为就是缺氧 所以就是缺氧 然后就觉得很累 胸会抽烤 胸闷痛 对 就是会很容易 很严重的抽烤 天天地也就不是 其实肾脏不好 没有差一点 没有完全没有感受 可是我从年轻的时候 就没有感受就是很规律 可是因为就是 我本身有点 然后是肾脏不好 9、2、0、1、1、0 是完全不及,所以現在是4點幾個? 這麼早就可以了,幾歲啊? 三十二八 三十五就可能,太早了喔 那表示你整個氣勢都會比較多,才會這樣 在原始點叫熱能不足 所以現在堵薑的你就是要堵從你的 建議你還要運動 可以嗎? 好痛 好痛 好,這樣但是可以接受吧 嗯 好,這樣好 這裡是不是也很痛? 嗯,沒有這麼痛 好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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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里特别痛 就这边 这里也特别痛 我按的时候这里特别痛 那这里呢 这里还好 再来尝试一遍 我这样按是不是更痛 还是还好 还好 那这样这里应该不是重点 那你说下面这里酸酸的对不对 这一点痛吗 还好 这里呢 这里就很痛了 好 这里呢 就是酸 酸好 这里是不是也酸 嗯 你屁股 你说宽骨在酸是两侧吗 嗯 就 这边有两侧 这里 这里在酸 好啊这里呢 这里也会 等于从这里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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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了解 好 那我这里再帮你加强一下 这里应该很酸 对 对吧 哦 好 哦 好痛哦 哦 这里很痛 好 OK 这一点是不是也很痛 嗯 那上面这一段不会痛 好 这里 我刚刚按到这里就会痛 好 啊 越下面越痛 是吧 对对 这里最痛嘛 好 那你 等于你再试试看 这一点比较不痛 对不对 好 第二点 对 这边会痛 这里开始痛 好 那这里又更痛 是吗 对 那这一点最痛 对 对 好 这样会不会很痛 没有刚刚痛 我觉得设计很好 我建议你平常 可以爬楼 一步两阶 慢慢爬没关系 因为你那个整个臀部都有问题 然后膝盖痛 脚外痛 都是屁股一起 你两脚都会嘛 好 这边按下来哪一点比较痛 是上面还是下面 是上面 反而是上面 下面不痛 比较不痛 还好 没有胖面 这一边比较痛 这一边比较痛 那这一边左边是比较上面 好 这里我再帮你这样前进 那你也看看膝盖 你说膝盖有没有痛 膝盖跟脚外是不是比较松 还有屁股 嗯 脚外这边还是卡卡 哪里卡卡 就是我常常脚外这一边 这里还是卡卡 现在走路还是卡卡 这一脚对不对 啊这一脚会吗 也会 可是这一脚的 好 挂着 嗯 嗯 这一点痛吗 嗯 还酸 等一下 这一点 更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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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一次会按得更深了 嗯 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一脚好像就是 嗯 不能就是 如果我往这边的话 就是会觉得很抗 这样 好 啊现在走路有没有比较顺一点 你看看 有 就是用平常走路 有比较松一点的 好 你那个是由屁股引起 所以我告诉你要爬楼就是要拉 一步两阶 一阶还不会 那你只要筋松了 你三个地方都会改善 臀部 膝盖 脚盘 因为这个如果没有胶 你看影片 一定按不出来 因为这里要有一个翘 它是从 它是在裹缝 所以要有一个这样的动作 拉下来的动作 然后才能进去 哎 如果你这样顶一定就不一样了 这样就不一样了 这样就不一样了 所以一定是这样 这样才能按到筋 啊 这个是解决拇指的方法 对 刚刚按到 这里应该它就有 第一次没有感觉 慢慢就有了 因为关节在这里 一般我的经验是对到上面 那如果指头麻 麻在这里 一般是在这里就可以找得到 所以 应该对应点是在这里 那是什么造成它的手会这样痛 体伤 它这里有痛点 它慢慢奔紧 它是什么造成它 体伤它的原因很多种 比如说它常常握前出力也会 像这样有一个不好的时候 我认为不会 不是这个 因为它有可能 原始点不说哪一个障引起 应该是说热能不足 热能不足的时候 它体伤就会加重 原本就有体伤 它有痛点 那加重它就会痛起来 它有体伤 那有些人风一吹它就痛 一样的道理 现在感觉看看 有没有比较松了 嗯 比较松了 然后记得不要一直握这个 这个不要 可以这样搬 这样拉就可以 不要做这 往方向 这一种 我再帮你一下 这一种拇指也会痛 嗯 你现在头有没有比较清醒一点 有 哈哈哈 比较不阴了 对 但是它那气血不足 就是要涂江门 涂江门 补充热 平常要运动啊 吃温热食物啊 这个都是大原则 含粮不能吃啦 水果有吃吗 嗯 水果有吃喔 不行 你不适合吃 是不是早上就是吃水果 不行 你在吃水果 神仙都难救 嗯 因为你是属于寒 很寒的体质 嗯 那水果都是属于非常的寒 嗯 而且它的安静液积水 它说它电解质不够 不是 不要再信电解质了 那个是西医 那个叫做成分 所以你书一定要看我的 你看医疗与保健 我在谈西医的概念 因为你一谈 我就知道那个是西医的概念 它谈成分 但真正温补一定是以寒热为主 他说它虚不受补 蛤 不可能 它虚就是要受补 它夜吃寒凉就反而惨了 所以你吃错了 它体伤就会加重 嗯 真的啊水果不能喝 你就补补粥或是什么都可以 姜汤 姜汤也可以 所以你这些 姜汤我很扁你然后破嘴 绝对不会 因为你头部没有揉开 热进不去才会嘴不好 我遇过很多这样的患者 那只要把头部这些都解决了 再喝都没有问题 便秘你因为是臀部体伤 那这个再揉开热也可以进去 就没有问题 那为什么它常常觉得氧气不足 然后它都一直吹风扇 不是它体伤啊 我还是觉得体伤 然后它头部体伤还蛮严重 所以它的感觉跟别人有时候就不一样 含了就变成热 爬热 你现在动动看 松了吧 可以 可以 这不然那么重 嗯 旁边有感觉可以 是喔 那身体是不是也比较轻松 对 对 然后脚也比较松了 嗯 回去我按的地方还会痛 先跟你生 但是也不一定 如果你痛你快继续按 它会跑得更快 就好像 我刚刚也跟他讲就是 你们都没有被这样按过 那第一次按过的话 就好像没有运动 你们快跑之后 腿就会痠 腿腿就是这种感觉 如果你隔一天 一直休息它会更痠 反而你继续动 它就不容易痠 所以我建议你回去一定要做一些运动 就是爬热腿 一步两阶 好不好 请老师补充说明 这位患者喔 他说西医跟他讲喔 如果他身体不赶快处理 以后会洗肾 所以这个案例应该是 疑似慢性肾衰竭 那他其实表现在身体的症状 几乎是从头痛到脚 比如他头部常常头痛头晕啊 那四肢的关节 还有膝关节 踝关节 包括指关节 脚趾手指都一样都痛 然后大家也看到了 他脊椎两侧 还有那个头部原始点特别痛 那这样处理下来 前身处理下来很多症状 都可以立刻改善 那因为他是第一次做 做完 他感觉在按的过程中有一点痛 那按完当然身体有一些症状都减轻了 不过对于这些重病患者 我刚刚处理完 因为在做之前有先帮他温敷 然后按完之后 特别强调热源的重要性 因为他属于重病患者 所以这个影片是局部的 接下来我就是叫我们的志工 赶快帮他涂姜粉泥 那涂姜粉泥就是涂身体的前后 也就是背部跟前胸 这些整个都涂 那涂完之后 我再进一步问他 现在人感觉有没有更舒服 他说有 所以热源蛮重要 尤其重病患者 那按推也蛮重要 但重病热源补充过后 按推一定要按到人解症 这样患者才会有信心 但也不要一下子用太大的力量 尤其有些志工 像对这种初次来的 那个手法不能太僵硬 我说的一定要稍微用一点巧劲 然后以患者能承受为主 那这个患者我就补充到这里